嗨,大家好,我是婷姨 首先皱纹的产生原因是因为紫外线,皮肤干燥,年纪大了,爱笑 皱纹又分为额部皱纹,就是抬头纹 这个的产生是因人而异 在后天因素里边,抬头纹的产生与面部表情有非常大的关系 经常皱眉啊,心情抑郁啊,都会导致皱纹的快速产生 眉间纹,就是穿字纹,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表情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看着看着手机的时候,手机突然黑屏 就看到屏幕里面映出来自己皱着眉头的脸 长时间这样紧绷的话,头皮脑也壳都疼 颜尾纹,鱼尾纹啊,眼角和并角这个中间 鱼尾纹的产生是表示着人体进入生理衰老的阶段 看来我是20岁衰老的 垂直唇纹,在更年期和更年期之后,这个我们暂时不说 法令纹,面部表情过于丰富,或者肌肤老化松弛导致的 末纹,表情肌重力和遗传因素等等几个方面综合而成的 上述的皱纹呢,我有三皱 额部皱纹和眉间纹都是可以通过肉抹毒来进行解决的 你以为我没试过吗? 你知道打完穿字纹,肉抹毒起了作用之后,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吗? 这里很平整了,但是变成了单眼皮啊,单眼皮 肉抹毒麻痹了这里的肌肉之后,我眼睛睁不开了呀 你们睁眼会用到哪里的肌肉啊? 不清楚的话,大家可以放两个指头在这 感受一下睁眼的时候用到的肌肉 我绝对再也不打了 穿字纹的肉抹毒消了之后,我就去打了额部皱 眼睛能睁开三分之二了,但是很累 那段时间我就一直是厌世脸 除了肉抹毒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填充了嘛 鼻肌底低导致的法定纹身的话,这里填一填就好了嘛 如果你不怕它们到处跑的话 经常这样笑,它们就会从这儿跑到这儿 别问我怎么知道呢? 还有一个皮肤科最常被访问到的,水光针 水光针除了有补水,改善肤色,收缩毛孔的功效之外 当然可以去皱,原理跟填充是一样的 一克不...算相当于16克的胶原蛋白 才能填补凹陷下垂的皮肤 水光针超伤刀热马肌这些我到现在还没有尝试过 第一怕疼,第二没钱 这个就是每个女生都会要经历的去皱问题 和我自己的曾经的解决办法 就给你们一些参考哈 那么这次菲罗家的护肤品跟我之前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呢? 就菲罗家的成分来看 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灵魂成分透明脂酸和NCTF 如果对医美有所了解的话肯定是知道的 到现在呢,这些成分已经从医美运用到护肤品里面了 比如这个逆时光眼霜 从成分来看,对不同的纹路来对症下药 比如说肋肉毒素啊,它就是淡化表情纹的 透明脂酸是填充身纹 NCTF呢,是改善体贝纹 它这个里面呢,还有维生素原壁五 抹眼睛的时候顺便助长一下睫毛吗? 它闻起来是那种特别清新特别清新的 而且这个乳霜的质地啊 我真的是爱了 跟这个杏仑蛋的包装好配 还有一个我使用感觉挺不错的是那个 十全大补面膜 跟刚才那个长得挺像的哈 这个同样是模拟医美手段 中胚层疗法 可以快速的淡化 因为熬夜产生的假性肝纹还有暗默 挺适合熬夜挡用的急救品 这个应该要后敷15到30分钟 产品说明是有时候用它的这个精华做一个打底的话 效果会更好 熬夜的丧失脸涂这个应该感觉会效果非常明显吧 另外呢还有两个就是这个逆时光面霜和逆时光精华 面霜跟精华嘛也是护肤里面非常重要的步骤了 成分跟前面是一致的 也是用黑科技去模拟医美手段抗摔了 这套产品从颜值调性到使用感受我都很喜欢 关于他们的功效呢前面都说了大家可以稍微的参考一下 我这个是品牌帮寄给我试用的嘛 我有朋友呢是直接从斯布兰专柜买的 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专柜试试 现在来收看希望今天的视频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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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